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风云,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今天咱们说一件比较蹊跷的事情,说说伊朗 由于一名年轻女子在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 近日伊朗多个城市以及首都德黑兰的大学校园内爆发大规模抗议 上周二,也就是9月13日,22岁的女生阿米尼和她兄弟在德黑兰被道德警察逮捕 后者指控她违反着装法 该法律要求女性用头巾遮住头发,用宽松的衣服遮住胳膊和腿 随后,她在看守所晕倒并陷入昏迷,并在昏迷三天后,于上周五9月16日在医院去世 美欧有媒体报道称,道德警察用警棍殴打了阿米尼的头部,还按着她的头巢车上撞 但伊朗警方否认阿米尼曾受到虐待,并称她是因突发心力衰竭去世的 阿米尼的家人否认这一说法,称她之前并没有任何心脏病逝 此事引起大规模民众抗议,在德黑兰,伊斯法韩,卡拉杰等城市 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要求伸张正义并追究责任 这件事情也传出伊朗,受到美欧社会的关注 同样引起网络上海外中文圈的关注和支持 当然,中文圈传播伊朗新闻的理由也比较简单 因为伊朗最近跟中国走得近,跟俄罗斯走得近 伊朗参与了上河组织峰会 这些人因为反华反俄的原因,同样希望伊朗政坛大乱 甚至在伊朗爆发全面的革命内战 但在大国小将看来,伊朗全面内乱是几乎不可能的 关注过伊朗时政新闻的人并不会陌生 伊朗基本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骚乱抗议 原因,要么是封锁制裁导致物价上涨等经济原因 要么是主张世俗化反对神权政府 每次都是雷声大鱼点小,过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没有成规模,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军队武装 或者没有策反政府军队部分 光靠民间一小撮人游行抗议 靠几个特工恐怖分子暗杀破坏 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别说推翻政权,改朝换代了 就连迫使政府做成让步妥协都不行 印度农民地主的抗议 至少让莫迪老先取消了农业改革 而且从美国黑命贵陵园购打砸抢烧 法国黄马甲运动等经验教训看 如果示威抗议没有第一时间取得成果 那么断断续续小骚乱 不仅会让军警献特国家机器形成免疫 积累经验应对 而且充当泄压法 让民间不满情绪压力得到可控释放 反而让大规模革命动乱概率降低 这里要先了解伊朗国情 伊朗有8100多万人口 城市化率大约75% 主体民族波斯人占比大约66% 第二大少数民族阿塞拜江人大约25% 库尔德人大约5% 其他少数民族 比如阿拉伯人 土库迈人 亚美尼亚人等等 波斯人和阿塞拜江人信仰伊斯兰什叶派 库尔德人信仰伊斯兰逊尼派 波斯人和阿塞拜江人 总体依靠共同宗教保持相对和谐相处 而库尔德人分离主义一直存在 只是没有土耳其那么严重 除了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 伊朗的经济阶级问题也是长期存在 一般来说 反对伊朗政府的人 除了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者 还有大城市里的中产小资精英阶级 这些人受美国西方影响深刻 对于西方化世俗化推崇 支持伊朗政府的人除了宗教势力 还有农村农牧民 以及城市贫民穷人 像德黑兰等老城区 很多经济社区活动 围绕清真寺等宗教势力展开 底层贫民穷人 需要宗教教会提供秩序福利保障 以及革命卫队等旗下国企单位提供就业岗位等等 从经济产业角度看 虽然伊朗面临美国西方制裁 封锁日子难过 但不至于过不下去 伊朗有一定农业 粮食自给率超过60%甚至更高 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出口 比如跟中国政府签订的长期大单 也让伊朗政府也有基本财政收入 虽然为了支持什叶派走廊 支持革命卫队 圣诚旅海外军事行动 扶持盟友 比如伊拉克伊朗系什叶派民兵 叙利亚政府军 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胡塞武装等 伊朗需要付出不小经济开支和人员伤亡 但因为不是本土打仗 海外代理人战争让开支成本总体可控 应对封锁制裁 形成抵抗型社会模式 也逐渐适应环境 甚至伊朗制造产品 还可以销售走私到其势力范围 比如伊拉克南部 而伊朗有着和土耳其一样的 伊斯兰世界里较高工业制造业 每年有二三十万理工科大学生 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参与军工等 工业生产研发活动 而这进一步巩固政府统治 相比于埃及因为缺乏产业 大量失业大学生投身反政府叛军恐怖组织 伊朗这方面条件好得多 总之 伊朗这次女学生去世引起的抗议活动 估计闹一阵子就过去了 不会闹起多么大的风波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 欢迎订阅我频道